好这个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从11月20号K打吸引了全球民众的目光 那么台湾时间6号晚间也将迎接16强最后一场的赛事 由西班牙对上摩洛哥 不少民众是把握机会前往运动彩券行投注支持的球队 由于本届小组赛接连爆冷 高赔率让全台运彩迷疯狂 希望以小博大势手气发大财 业者提醒民众赛事将比到18号的冠军战 投注不过度开心快乐享受赛事就好 东北季风影响这几天天气变冷 不过运动彩券投注战买气却变得很热 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16强战到了最后一天赛程 台湾时间6号晚上11点 将由西班牙对上摩洛哥 不少民众陆续前往彩券行下注心仪的球队 运彩业者也延长了营业时间 以轮班方式从早忙到晚 10月份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然后到了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一天的下注 有那种客人最高下注就是单张就是差不多10万块 对 今年的世界杯的时候是大部分都是在买亚洲国家 因为买亚洲国家在今年特别的强 对 以往的都是欧洲国家 对 然后亚洲国家在今年表现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11月22开打已经由民众11月初就开始下注了 由于本届小组赛接连爆冷 高赔率让全台运彩迷疯狂 希望以小博大 试手气发大财 单日最高下注金额1万 2万 5万都有 业者分享如果民众不懂得如何下注 建议来一趟投注站和业者讨论 或者在现场观察大家的买气 我会推荐个就是新手民众可以先来现场 看玩那种场中投注 对 场中投注可以 你在现场在看比赛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下注 然后你也可以看看其他客人正在买什么 对 其他客人正在买什么的时候 有一些很多新手客人都会跟在人家的后面跟着一起买 然后也会就是也会不小心的会中到很多高赔率 民众也可以透过手机上网连结台彩官网 点选要投注的赛事内容 按下QR Code产生键后 让投注站扫描 立刻印出投注的彩券 环保也非常方便 业者表示每四年就世足赛买气最旺 接下来会一直踢到12月18号的冠军赛 业者提醒民众 为买20岁不得购买之外 购买彩券亮丽而为 开心享受赛事最重要 像我们都是会建议客人 就是不要玩太大 就是小小买 小小买个一两百块 可以加减看个球赛就好 记者蒋邦彦 花莲市采访报导 好 好